這個卡文燈會很多人以為是蔣市府上來的收規劃 其實不是 因為剛好2022才選舉完 所以很多縣市都不要辦 林家庭部長那時候就打他給柯P 柯P就一口答應 因為他從來就不會在乎自己要不要去收購 蔣市長的這個回應就說 這都是交通不安排的 站位的位置也說這都跟我們無關 就讓我覺得有點人走茶樑的那種感覺 大家覺得其實大家應該是去看燈嘛 但不知道為什麼最後 大家就突然很care說 柯文哲主席在哪 發現了半天之後發現他排在最邊邊這樣子 那當然後來昨天柯主席有回 他說大家去看燈不是看我 站在哪裡也不重要 好重點來了 這個蔣市府就被問嘛 蔣官就被問說 欸怎麼會這樣子安排 然後沒有是交通部觀光局安排的 後來呢 交通部這邊又出來回說 沒有 這個是我們跟市府那邊有協調過的 然後最後才會這樣子的一個結構 所以大家開始在丟啤酒你知道嗎 我想先問一下Vicky 你怎麼看這件事情 其實蔣市長大家應該知道 在公開的場合 多次的邀請柯P去看台灣燈會 那這個台灣燈會 我覺得很多人還是搞不太清楚 這個台灣燈會很多人以為是 蔣市府上來的時候規劃 其實不是他才剛上任 那其實是在2020年的時候 那時候林佳龍還在擔任那個交通部長 那因為那時候馬上就要選舉了嘛 2022要選舉 所以其實沒有地方政府要來辦這個台灣燈會 因為台灣燈會是全國來巡迴 然後找各個縣市 表面上那個交通部觀光局是主辦單位 但其實它是交給地方政府來辦 所以兩個是雙主辦的這個概念 可是因為到2023的這一年 就是因為剛好2022才選舉完 那就會很多人覺得說 那我籌備完了 到時候又不是我去主持 別人去收歌 那所以很多縣市都不要辦 那那個時候是面臨一個空窗期 所以呢林佳龍部長那時候就打話給柯P說 那能不能台北市來辦 因為也很久沒有回到台北 然後柯P就一口答應 因為他從來就不會在乎自己 要不要去收歌 媒體就來問我說 你們事前知道柯P要站在那個位置嗎 那我就說其實我們不曉得 因為我們只收到邀請要去現場 也不知道說你站位點會在站哪裡 後來我就再去問我們行程組的同事 他說當天才有收到一份這個站位的名單的排序 然後上面的原本是 戴錫青現在是議長嘛 那原本是柯P站左邊的倒數第二個 然後戴錫青議長是坐在 站在最最側邊就是最外面 也就是柯P現在站的這個位置 可是隔了17分鐘之後 又傳了一份這個站位表來 結果兩個人就堆掉了 映曉威議員 他就特別發了一篇臉書 他說其實蔣萬安市長應該要非常感謝柯團隊 規劃了這麼好的燈會 然後呢其實應該要 給予他們一些 就是前市府一些肯定嘛 因為主要都還是在柯市府任內來規劃的 那我覺得蔣市長的這個 回應就讓我覺得有點比較就是 點點點 還可以有其他種說法 對比方說他講那個提燈 提燈也說 因為柯是覺得提燈的確是很浪費資源的一件事情 又很難回收 然後呢現在發了小提燈 然後又說 喔這都是交通部安排的 然後這個站位的位置也說 喔這都跟我們無關 其實 據我了解啦 交通部還是有傳給台北市政府 那台北市政府本來是有說 柯P是不是站在第二排 那靠近中間一點 但是後來這個站位表傳出來之後 他們可能也沒有太多的意見 就是都是遵照中央 那 就是我覺得你對於一個 好像人走茶樑的那種感覺 就是你還是說 畢竟他也是規劃了這麼多年啦 我覺得是一個尊重的問題 正在我們其他人立場會講 但柯P完全無感 那在哪裡都一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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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